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讲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英国卫报有披露说 预计下周习近平出访沙兽地阿拉伯 然后还准备要高规格 准备隆重的宴会 如果是真的 那么将会是习近平2020年 新冠疫情爆发后 首次的正式外访 只是大陆外交部如今不愿意证实 那我们当然要请教一下 这个赖老师了 那现在呢 如果真去了的话 会谈些什么呢 看起来应该是会去了 因为大陆的外交部没有否认 他只是没有承认 但是没有否认 这个就符合大陆在过去的一个做法 也就是说去的可能性 比不去的可能性高 如果不去的话 他们就会直接否认 那通常不否认的话 就代表说可能性是比较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目前来说的话 因为中国大陆 它在这一年 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跟天然气 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对 那这个是非常巨大的量 这是第一个 那对于沙烏地亚部来说的话 它也希望说能够确保它的石油跟天然气 特别是石油 有一个最大的买家 它能够稳定 因为大陆它已经同时在去年的时候跟伊朗 签了25年的合约 四千多亿美元 所以等于是从伊朗那边买了这么大的油量 然后再用这个油量 用人民币交易的过程中 再转化成为基础建设的钱 所以这个对大陆来讲 当然是两手转 就一方面我用更低的价钱买石油 二方面我把我应该支付的钱 以基础建设来帮你把这些机场 或是一些发电站把它盖起来 那所以等于是对于沙烏地亚部来说的话 大陆是最大的买家 那当然他习近平要来的话 对于沙烏地亚部当然是很开心 因为拜登美国跟他是竞争者 而且美国到沙烏地亚部去的时候 是要东西 要你增产 然后把石油价降下来 那这个对沙烏地亚部是不利的 那现在一个最大的买家要来的话 对沙烏地亚部是有利的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很有可能就是你说要谈什么 我觉得用人民币来交易的可能性 已经很高了 那沙烏地亚部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能源 尤其是石油 以美元计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如果沙烏地亚部愿意 改用人民币来计价 也就至少跟中国大陆的交易的部分 用人民币来计价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那对人民币的国际化 还有就是把美元再削弱 绝对是有帮助的 那问题就在于 那沙烏地亚部为什么愿意要人民币 目前来讲人民币是看好的 未来也是看涨的 还有就是沙烏地亚部 它本身也知道 它的油会用完了一天 它也一直在进行转型 所以它也很需要基础建设 它也需要工业园区 而这些东西是中国大陆的强项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 沙烏地亚部在这段时间 用了大陆的军火 例如说用了一些无人机 用在南燕门的战场中 表现非常亮丽 所以沙烏地亚部对于 大陆的军事的工业 他们的信心越来越高 兴趣越来越浓 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很有可能 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外销型的 殿31的战机 他们会有兴趣 就这个FC31隐形战机 有兴趣 想买 会有兴趣 因为大陆的殿20是不外销的 但殿31是可以外销的 那如果说殿31开始外销 沙烏地亚部买到的话 沙烏地亚部从此以后 可以摆脱对美国的军火上的依赖 它的自主权就更大了 然后它本身的影响力也会更大 那它跟以色列的关系 因为它能够拥有 更先进的武器的时候 它跟伊朗跟以色列 跟地区的领导者的地位 跟平衡 权力平衡 它当然会有更大的空间 因为它受制于 美国的空间就小了 所以我觉得对沙烏地亚部 把他拉得很高规格来接待 习近平是一定会的 而且一定是比拜登规格高很多 好 不过那我们看 两个问题 一个刚刚谈到的人民币 你看华尔街日报 现在就是说 沙国考虑中砂石油交易用人民币 其中中国采购沙烏地 25%以上的出口石油 那么其实最近你看 包括澳洲的矿业 就跟大陆业者 是透过人民币交易铁矿砂 印度的企业 也是用人民币去买俄国的煤 然后卢布与人民币的月度成交额 飙高了1067% 达到了将近40亿美元 那么所以亮哥 美元是销肉而逐渐地在向亚洲靠拢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刚才我们在比较 中国大陆在至少七个阿拉伯国家民众当中 你看好感度是领先美国的 就是除了摩洛哥约旦之外 这其他的几个国家 那么都是 所以中国大陆在阿拉伯的国家当中 越来越有机会了 两个问题就叫你 事实上今年1月 中国大陆的那个开年的外交 就是六个中东国家去访问北京 那大部分都是博安国家 所以事实上不只是 他跟沙特阿拉伯要签长约 采购长约 而且刚刚蓝老师也讲 包括他的基建 还有他的未来城的规划 就那个未来城市 红海未来城 事实上华为已经得标了 得到那个绿能的除能系统 那还有他那个沙漠铁路 事实上也是中国盖子 所以基本上他不只是 沙特阿拉伯 还包括波安 他本来要签一个 波安的经贸合作协议 那也不知道有个机会了 那有人说 即使今年没城 明年应该有机会了 所以基本上还是经济带动的 那这个经济带动 因为阿联酋本来就已经用 人民币计价 所以沙特阿拉伯会很自然的 其实不是全部啦 因为沙特阿拉伯卖给中国的石油 是百分之二十六 所以一开始也许美国会施压啦 所以你不要全部都用 人民币计价好不好 那他可能会一部分啦 我认为应该会一半以上 而且这个长约 一千可能就是二十五年 那这个对美国的美元 因为石油美元大家都知道 美人在金本会离开之后 那唯一挂钩的就是石油 用石油定价 那当他没有石油这种基础的商品 作为挂钩的时候 那他的那个虚 虚幻的本质就越来越明显 就完全看美国政府的信用 那谁变他印钞 对不对 因为世界三大贸易 大家都知道 两大贸易就是原油跟粮食 那美国之所以享有优势 是因为它控制了期货市场 这个我们蔡伟员一定比我了解 就是金融的期货市场 那这个部分 唯一有可能挑战美国的 也只有中国 比如说中国现在在上海 建立人民币的原油市场 期货市场 然后在郑州也开始建立 粮食的部分的期货市场 这个美国当然都知道了 所以当然就是 跟你比赛瞪眼睛 看起来先眨眨眼 看起来先眨眨眼 开始中国大陆就觉得 这个事情你可以防范 你可以中止 你不中止 你搞得这个 你得了好还卖乖 那还要用透过通话 要我吞下去这个 这个羞辱 对不对 因为我 中国大陆已经事先一再检告 而且警告下得是强烈 那外交部发言也就算了 他还国防部发言 所以这个红线 画的是既深且狠的一个红线 那你今天突破了 你搞了 你走了 然后还要沟通 来解释 来这个东西 那不是叫人家大陆 活活吞下这一口苦果吗 所以才会把以前 预备好的饭台的这种 这个演习的这个计划 提前拿出来 直接给你摊牌 你要怎么样 我现在就是把这个量出来 对不对 那现在美国当然也行事急了 打电话来台湾了 我根本不理你了 那美国打电话给中方是怕了吗 不是怕 那是在担心什么了吗 美国在玩了这么多年 战略模糊记不记得 记 我也不讲说我要保护台湾 我也不讲我跟你中国大陆翻脸 就玩这个 为什么中国大陆 对这个模糊也很厌烦 你到底要怎么样 对不对 那美国自己内部也有两派 一个是趁中国大陆 军力还不是世界第一 早点下手 那就战略情绪 那战略模糊的一派就说 我只是要台湾去消耗中国大陆 我并不值得为台湾 去跟中国大陆摁拼 摁拼因为战场不在太平洋 也不在美国 在台湾海峡南北 大陆东南沿海地区 美国没有占不到便宜 对 搞不好还输掉 因为你既然是要消耗 就跟乌克兰被拜登玩一样 要不死 要继续打 也不投降 也不能弹劾 对不对 你这边死三个 俄罗斯至少要死一个 你这边放个几枪 那边要玩好多炮 这个就叫消耗 那你大战略居然定的 台湾在你美国眼里面 是一个消耗的代理战争的 棋子的角色 那怎么可能 一下就 我捍卫台湾 把所有航母开来 给你干一张 不可能 而且这张如果有胜算 那也就罢了 没有胜算的账 美国不干的 美国很怕死人的 你知道吧 是是 所以 这个死人的 肯牺牲的这个代价 解放军表现得比你强 对不对 这个是美国要评估 当初越战为什么打不下去呢 华盛顿的反战风潮天天上演 逼得撤退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 我讲过 我在国防大学 当学生听这个蒋伟国讲的一个 最有道理 目的论 什么时候先看目的 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用什么工具 什么方法 达到目的的百分之几 是我的目标 达不到 那我就不做 达得到 或者更超越 我就做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很 合乎逻辑的想法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 美国你的 虚目中间台湾是什么角色 是 假定你要战略清醒 很早就跟台湾签订协方条约嘛 那既然是台湾岛链 中间最重要的一块 我们为什么不签呢 对不对 是 那现在你说 要真的捍卫台湾 你给台湾什么好武器 便宜卖我还是送我 也没有啊 没有 不但卖我 我不要的 还卖的特别贵 这是把台湾放在他心目中吗 你这样想一想 所以我讲 这个现在是从军事护眼 威逼的这个台湾的门口了 看你美国怎么做 对不对 而且我告诉你 演习不会中止的 还要拖多久 不是拖多久 因为中国解放军正式到 分解结合的演习 小部队的演习组合演习 现在已经到了联合演习了 是 刚刚有这么一个战略 你拿跟美国打 你可能打不行 打台湾他绰绰有余 所以就干脆 把以前的预定计划 这个计划 我跟你讲 我是搞作战计划的人 没那么快啊 三天两天 哪里写得出来 那一定都是早就有准备的 预备这样 美国作战也是这样 就是事先的计划 拿出来修改一下 马上可以用 这就是给美国一记耳光 你耍我 你占了便宜还要卖瓜 那我就给你看 你要怎么办 那现在就引起美国里面 很多的争论 是清晰还是模糊 是现在跟他对决 还是以后 那台湾我要怎么用 这些问题很复杂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一个是国家目的 国家利益 第二个我的实力 我跟你讲 就钱吃面嘛 你只有二十块钱 你只能吃 这个阳春面嘛 对啊 你有两百块 你可以吃碗牛肉面嘛 这个东西军队不跟你讲这个 军队是讲实力的 是 外交可以战果来 扩大你的收获 谈判收到你的收获 但最主要 既然要谈战争 就看实力 是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 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 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 我的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